正是亮剑 白岩搜蜡皮鱼圈底线 金圈多位大佬被彻查 国家出手了 不能抢贵 不能抢贵 只能害下一代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你看看你采访现在的子女 你当他那干什么 我要当明星 你要当厂佛 我要当什么 没有说一个 他所有人去当家 你是不是害他下一代 绝不能让我们的学生 发狂的去追踪这样的明星 而应该给前学生似的科学家 和杨立伟似的航空英雄 我们记得了那些发了财的老板 我们可以把那些发了财的老板 当英雄一样挂在校使馆 可是我们却不知道 这位伟大的共和国的工训 是我们的可悲 明星要翻篇了 鱼圈的这场地震 震得不少网民直呼大快人心 以往的劣迹艺人终于得到了诚挚 该罚的罚该疯的疯 各大工作室与经纪公司凌晨也没停歇 连夜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清朗行动倡议书 杨颖更是在凌晨一点 加班发布动态表决心 随后朝百位明星 签字保证支持清朗行动 不过这倡议书上的名字 是龙飞凤舞 甚至有的用的还是艺名 不知道观众们能认出来几个 要说这些背后 都是近期明星接连翻车 给出的警钟 从某爽到某凡 某威 再到前锋 田园等湖南卫视主持人 为何这些人对自己的行为 明知故犯 而且屡禁不止 无人举报 或许 这么一张关系图就能解释清 明星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 这其中的关系网 复杂到令人眼花 光是黄晓明一人 就参股超过十家公司 更别提这里环环相扣 白岩松曾说过 某些明星犯了事 不以此为耻 反而以此为荣 甚至将这些事 变成自己身份的象征 而且被曝出的鱼圈乱象 绝对不是个例 白岩松还表示 娱乐圈用自我反省的方式 治理这个不良风气很难 这需要外界的力量来威慑他们 要给明星设立底线 当我国的法律 乃至整个社会氛围 都不包容这些明星 娱乐圈的风气就会好转 无论明星有多少光环 只要犯事 这些光环一夜就得消失 这样才能震慑住明星 当法律禁止 社会抵制 媒体谴责 行业拒绝 鱼圈的这些乱象 便会随着时间 从现在的环境中淡出 如今白岩松的这些话 也在一一验证 明星接连翻车 迎接他们的 已经不是沉默洗白再复出 而是要直接受到 法律的制裁 行业的抵制 如今 国家的清朗运动 往信办的重拳出击 相信未来 一定能营造一个 清朗的鱼圈 而且这次地震 震的不仅是艺人 艺人背后的造星团队 也难逃其咎 某爽天价片酬背后 牵扯出的资本力量 纷纷被查 倩女幽魂 被直接下架 进播后 她的出品方 北京文化也被查了 当初日薪208万 一爽 被做成了计量单位 高片酬之下 那是该出品公司 不顾献心令 出阴阳合同 财务造假的结果 从董事长 到下面的小领导 17位金川大佬 纷纷被罚 甚至被进入市场 这种处理结果可谓是大 市场夺宁啊 你怎么可能追求 特娘的这种男孩呢 因为男孩要阳刚 他要爷们症 是吧 现在整体这些男孩 让你感觉都有点腼腆 有点俊秀 俊美 然后再加上他们被 给包装成 对我说这个再说一个 现在这些经纪公司 这些经纪人 起了极大的怀作 一个孩子刚出道 这些小女孩去拍照 都要去拍照 比着 公司要拿出多少预算了 去拍照 拍了很多修图 哎呀 这个演员都开始 都在修图 每个演员 小孩出道 演戏的技术 没学出来 修图的技术 全学出来 问题是你拿这些照片来 给导演看 导演 把你本人一叫来 我天 歌漫舞 若只是娱乐至死 则这个国家 离威王时刻也不远了 在娱乐至上的社会 整个国家似乎都在退化 现在伟娘风盛行 更是让整个娱乐圈大变 前不久 中国好声音接到国家通知 被要求停止所有公益 节目的海选活动 而且对国家封禁选秀节目 这件事 大多数人还是比较支持的 由于多年来 选秀节目的不断出现 让许多人一夜成名的同时 也带来了不良风气 今年将进行专项治理 并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三观 需要注意的是 因为这些选秀节目不仅让步 烧粉丝已经妖魔化 而且让不少未成年人陷入了 想要成名一夜爆红的幻想之中 从而不努力学习 这种情况已刻骨能缓 威娘出现已经影响了一代人的审美 如今的男孩子们都喜欢浓妆艳魔 翘起兰花指 真是太娘了 这次国家出手整顿这些选秀节目 不仅可以让一些追寻梦想的年轻人 避免遇到这些陷阱 还可以解决青少年无底线追星问题 也可以为孩子树立更正确的价值观 而现在很多孩子从小就立志成为明星 成为网友 因为有些明星和网络名人一天的收入 堪比顶尖科学家几年 没有奋斗就没有青春 作为年轻一代 更要铸牢中国梦 应当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那是真的假的 压根就没有任何影视作品 只是什么男团 女团 我现在都不知道这男团是怎么个意思 就是几个人的组合好像唱了几首歌 人唱带跳或者脱口秀 是吧 这是不是都属于团 就这些东西把这市场给搅和乱了 甚至你在电视学院和这个戏剧学院 学了四年 不如人家撒跃这个选秀 现在等于是超车了 绝不是我一个人能够扭转的 看得不合理的也没办法 你说的没有用 但我觉得这栏目里边 我说了一些真话 引起了社会的一些反响 说实在的我很欣慰 我觉得正义还是占大多数 你准备其实不是把台词背了 你觉得特别美好 然后第二天非常地跟 很次好地跟别人说 我台词背就特别好 全背了一点都没有过 我真的很遗憾 就是 什么时候我们那个职业 变成了背台词 都要被表扬的一个职业 背台词是什么 背台词是战典上战场的那支枪 你能告诉我 你到了战口的问题 告诉我我没拿枪 中国好演员的 男演员的这个时候呢 我突然提出 我说我有个疑问 就是首先我觉得这些候选人 很多就不是演员 其次 很多就不是男的 他们为什么要参加男演员的评选 我说首先要做一个性别鉴定 来做这个选 先是小鲜肉 也就是 其实我反复说了 就是压了 现在都成天团了 我们娱乐圈已经压力压气了 我入行的时候有过各种心理准备 唯一没想到的是有朝一日我要给压 央视海峡的点评也是一针见血 在利益的驱使下 流量担当担得起利润 却担不起社会责任 偶像养成 培养的不是得意双心的人才 而是野蛮生长的资本 被流量吹大的商业价值 一夜爆红带来的快感 让这些低质量的明星逐渐迷失了自己 把易得素养这些事抛在了脑后 但这背后是什么人将它们包装了出来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初的倒奶事件 为了给自己家的明星打榜投票 六小时集资千万 并故人把一箱箱新到货的奶倒掉 只为瓶盖中为明星打投的二维码 一夜之间27万瓶奶被倒掉 甚至出现了专门的倒奶产业链 事情出来之后 官方也是第一时间点名批评 随后节目停播 官方也表示 节目不得再设花钱投票的环节 但被这种造星出来的产业 已经形成了一道灰色的 哎 我都把你严肃主题都给你消解 消解有什么好处 消解有什么好处 因为你麻木了 你天天斗乐了 你就不讲究责任了 我们贪污你就不管 你们这些人都有了精神 都有了理性 你们就不当脑残粉了 就不会白让我赚钱 我一骗就把你们骗到电影院里去 我给你们玩个小剧 你们就进来了 如果你们都有了理想 有了向上的精神 有了理性的精神 你们就不愿再当脑残粉了 你们就讲责任感了 我们搞贪污 你们就要再网 攻击我们 你们就要发言 因为你们像屈原样有责任感了 那我们怎么办 所以必须娱乐至死 把这所有的严重主席都给他消解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随便在底下 想咋挣钱就咋挣钱 我们想咋玩弄这些青少年 就可以怎么玩弄青少年 这就是他们的 我告诉大家 也不知道是什么历史老师给你们教的 以为清朝当时的败落 甲乌海战 我们整个的败落 是我们国家穷 不是的 是太富了 是太有钱 太奢靡 让我们这个国家垮了 大家注意 当时清朝的总产值 是比现在的美帝国主义还要厉害啊 是英国的六倍 是日本的九倍啊 同志们 你想他要是真的把钱弄来建设国防 他会落到今天的地步 所以今天你们就在看中国 到处洗洗浴中心 洗脚坊 山征海卫 大家的任务 此我告诉你 这事是要把一个国家给吃垮 大学是要崇尚理想主义和民主责任的 不能把这些所谓发了财的精英 当初精英 弄到学校的讲坛里面呢 看到这些孩子们发狂的去追求他们 这样的大学是很危险的 我在浙江大学当了副书记 我宣布 浙江大学的讲坛 绝不能让我们的学生 发狂的去追踪这样的明星 而应该给前学生似的科学家 您没有请特别大的腕来出演 对 为什么呢 有很多是假大牌 他没有自己真实作品的 就是你说的 这个人脸熟 这个牌大 那好 我现在说 他演过什么 你给我数几个来 都数不出来 这是假大牌 就是耍的比较多 您拍戏这么多年碰到过这些假大牌耍大牌的时候吗 有 就不背词 进现场了 所以导演喊预备开始了 数着一二三四五就进来了 我就跟导演说 我说听听听 我说这什么意思 都是 媳妇 多 词多 没时间背 背不下来 然后呢 拿个剧本 第一句话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个字 预备开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还能这样拍戏呢 我真是遇到过 我当时就火了 我说停吧 我今天就别拍了 什么时候都把词背下来 咱们再进现场 真遇上过 哟 那可是你数那数和你说这话 情绪是不一样的呀 诶 他的本事就是能把这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演得跟真的一样 那也行啊 这也是一种本领的 作为对手就不行了 我多受不了 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何炯被爆出的收礼事件 起初只是因为自家的明星 要上快本 为了不让自家的明星受委屈 同样也为了让几位主持人 更好地照顾自家明星 不少粉丝纷纷筹钱 为节目组送礼物 但随着时间的发展 送礼的贵重程度 成了自家明星的牌面 粉丝筹钱送礼 甚至送过各种奢侈品 金条等 而何炯等人 在表示是正常的行为 这种行为 看得吃瓜群众是目瞪口呆 同样也让人深思 这种不理智追星状态 与默认的潜规则 什么时候能整治 对于这个问题 网信办也发出了明确的信号 一封通知 十个条例 其中就有 取消艺人排行榜 取消打头 严格限制粉丝集资 这一条条可谓是 都打在了鱼 一个基本道德 一个演员的基本道德 你必须要去学的 如果你不学 那观众以后就被替身去买票 你的戏 你的钱能不能分给替身呢 不行 那你又不学 我们退步了 我们退步了 以前老一辈的演员们 上山下乡 下部队 体验生活 怎么现在 好像 去体验生活 感受角色 成了一种崇高的 伟大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巨大的付出了呢 我们退步了 那你演武打片 你拿个剑 像个烧火棍子一样 什么玩意 其实说是审美安全问题 因为小鲜肉这个词 最早是我在抨击他们 是这个香港富婆 找鸭的时候的说法 我们拍戏的时候说 这个戏 我准备找几个小鲜肉演 翻译过来 就是说 这个戏 我准备找几个鸭来演 是一个全民乱童的 这个倾向 在审美上 我觉得先进的国家 特别是欧美的 强势的 强力的国家 它一定是有很强的 雄性意识 它的男演员 很重要 甚至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如果我们国家的 主要的男演员 就是最红的男演员 是一些不男不女的人 是对于我们国家 就是审美上 造成审美安全的威胁 他们可以存在 像多元化 他们可以存在 他也有他的空间 但是你不能给他们讲 不能去鼓励年轻人 往这个方向走 他们是原来的审美的一个补充 我觉得没问题的 整个国家去追捧 这么大一个大陆国家 我们不是那些岛国 我们国家可以没有偶像剧 虽然我也做过偶像剧 偶像剧是一些 导国半导国 人造的偶像 按照现在的工业化 商业化的标准去造 美国永远是 汤姆汉德斯 达斯丁霍夫曼 包括像罗伯特唐尼 这样的演员 雄性意识很强的 是大家的年轻人的偶像 超人 这些人 再不重视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很危险